中国的核工业一直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 然而在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技术的发展上 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道路十分的坎坷 1987年我当时刚刚走出校园 被分配到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 两年以后我被派往大亚湾 参与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 大亚湾核电站是我国引进先进技术 建设的第一个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 在那里我们只是一个小学生 其实我们不仅不懂设计 当时我们的装备制造业也十分的落后 我记得当时甚至连建设核电站用的最基本的材料 像钢筋水泥都是需要进口 就是当我们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 跟对方签署了技术转让的协议的时候 我们发现对方转让的资料不够完整 所以我就请对方的项目经理来到我的办公室 跟他来讨论如何补充完整他应该提交的资料 同时也跟他商量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工程师 尽快地掌握对方的技术 能够自主地进行设计 我记得这位项目负责人当时他跟我说 这很容易让你们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 去打开复印机你们就学会了 我当时听了以后十分地生气 我说如果是那样你要是不打开你的黑匣子 我们可以不要你的技术转让 你们看当我们交纳了高额的学费 那么我们的老师并没有真心地想教会他的学生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在华龙一号刚刚开始研发的初期 我们遇到了很多技术瓶颈 一时还找不到突破的途径 于是我想借助于国外的合作伙伴 共同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技术问题 我找到了跟我们长期合作的 一家国际上知名的企业 来跟他们讨论合作的问题 我记得当时他们的负责人 在我的办公室 跟我说 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来帮助你们解决 你们所遇到的问题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们必须把你们整个的型号 拿出来我们共享 这样一个条件 我们认为是太苛刻了 我们一直在追求 我们要实现核电的自主化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自主的核电品牌 如果共享这样的技术 那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对自主核电的主导权 会受制于人 于是我们放弃了跟他们的合作 组建了一支研发团队 自主公关来解决问题 两年以后 还是这位负责人 他又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他说他还愿意继续跟我们来进行合作 而且不预设任何条件 我跟他说 我说上次的那个问题 我们已经自己解决了 我很希望将来我们还有机会再继续合作 我想在核能对外合作上 我们应该是一种开放的姿态 来积极地推进和平利用核能技术的国际合作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坚持发展自主的技术 把核心技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避免被人卡脖子的这种情况 在滑龙技术研发完成以后 我们开始积极地向国际上推荐我们的滑龙技术 我们向国际原则灯机构 提出了对滑龙一号安全设计 进行通用安全审评的这样一个申请 2014年 在国际原则灯机构的总部维也纳 国际原则灯机构组织了专家现场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我们年轻的滑龙研发团队 详细地介绍了滑龙一号的安全设计 在现场 对专家们提出来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答 14年底 滑龙一号顺利通过了 国际原则灯机构的通用安全评价 那么专家认为 滑龙一号在设计安全方面 是成熟可靠的 满足国际原则灯机构 关于先进核电技术最新的设计安全要求 其在成熟技术和详细的实验验证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设计 是成熟可靠的 今天滑龙一号已经走出了国门 我们在巴基斯坦 卡拉奇 成功地建设了两座滑龙一号 目前工程进展十分顺利 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他们也把滑龙一号的技术 作为自己未来发展核能计划的重要的技术选项 从百万千瓦级核电站自主技术研发漫长的历程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型号的变迁 只有滑龙一号真正得到开工建设 大家如果有机会 欢迎大家去核电站看看 这张照片是我们滑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 福建福清的核电厂 进入秋季草滩金黄 那么白露在草滩上嬉戏 远处是我们在建设过程当中的滑龙一号 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美 核工业本来就是一个沉甸甸的行业 从它诞生的那时起 就跟国家的命运紧密地结合 我们的老一辈核工业人 他们通过他们的奉献 诠释出了两弹一星的精神 和核工业的精神 建设核电强国 是我们每一个核工业人的愿望 我们滑龙的团队还会继续地努力 不断地改进我们的滑龙技术 让我们中国的自主的核电技术 引领未来核能事业的发展 为人类和平利用核能 做出我们更大的核能力